9月15日,甄子丹在微博上晒出与李连杰和吴京的合照,还调侃到今天天气阳光普照来和大家分享三个不和的人在一起又聚会了。 据悉,此前网上曾爆出吴京与甄子丹不和的传闻,据爆料,吴京与甄子丹曾合作过电影《杀破狼》,在片中饰演反派。 吴京曾经拿过多项武术冠军,很多人替他不值,而甄子丹受访时,曾说了一句,武术冠军满街都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功夫明星的。 今年吴京因《战狼2》成为票房福将,媒体就此事采访吴京,吴京表示要谢谢甄子丹当年的看不起,不过,甄子丹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不和传闻,并表示吴京《战狼2》取得好成绩,很为他高兴。 此外,吴京之前赴香港宣传《战狼2》时也有否认,他还透露,和杰哥、丹哥一起讨论剧本,相信甄子丹此次发出的合照正是三人在合作吴京所说的剧本,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谣言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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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